在此期间 李老发现 很多弟子缺乏对武术理论知识的了解 于是他联系八卦长同仁出版会刊 祖导战成了以后 后来一发现越来越人多 后来李老一看 说咱们得创八卦人会创刊 说李林杰和实际 使得国内外 国内外斗志这八卦门中的这些实际情况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苦身壮阳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993200 游记同志说 老太太 您怎么老机会看呢 我说看 谁让我老头是八卦研究会会长呢 大家都挺忙的 所以我就全力再聊 我就把这个会看都给记出去 在研究会工作之余 李老仍勤念八卦掌 将自己习武七十亿年的经验语研究成果归纳总结 相继编著和堪印了八卦掌悟通 董海川传长的书籍 同时 李老深入民间 搜集和整理出大量有关八卦掌门派的资料 为这一传统国粹的理论研究 开创了新活 他在一边深入学习 深入实检的基础上 广泛地收集 钱被留下来的八卦掌的资料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决定这个研究的特点 是八卦掌研究之研究 这个课题是要用相当多的基础 我第一个去找的是 你自己先说 我去了以后 跟他讲完我的来意以后 他马上掀开座柜 打开柜子 上百本的资料在那里放 他当时一股脑都要拿过 让我去研究 我写的这么多写的 留在这个下边啊 一带刷一下 后来把这个网络 把这个捞取下去 这我的听似你的愿 也是我这个使用 为了这个发展 这个和光大这个 中国的传统武术 在传统上是从来不保守的 这个沙克正到北京来的时候 从我们老师这里得到了 这个三十个四八法 后来又我们老师 可不可以公开的在书上出版 我们老师说可以 应该让所有练武人都知道 所以后来他的徒弟就在这个 出版的发展书上 就公布了三十个四十万 老师来讲呢 曾经到过来讲的河北省 安平县 到那进行采访挖掘 确实挖掘出来了 杨本县装盯的后来来讲 对法国长的总结 提到这个很大作用 那老先生来讲呢 就已经快八十了 老师吧 反正是为了这个考察吧 反正走了不少的地方 不管是那个 大京南北啊 湖南外 算是不辞辛苦 而且是 只有用自己退休金那点钱吧 作为交通费啊 就老师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是至善哪 我有一个心愿 就是想把八卦长的这 这资料整理成了 写出书来 留给浩然 你抽时间跟我 考察一些地方 走一走 另外和我一起帮助我把这书写上 通过在研究会的一系列工作 加强了武术传习者间的团结合作 活跃了舞团的学习气氛 推动了武术技术和理论的发展 同时 与老海积极开展和海内外同仁的交流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 以研究和传承武术文化的民间组织 他的成立 为此派武学的发扬光大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也为经过其他各类武术文化研究会的建立 起到了借助作用 李老的这些贡献 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肯定 国家曾授予他武术贡献奖 并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结见 这个研究会是不得了的 我说不得了的就是 这是川谷的第一个研究会 后来在川谷普遍发展起来 这是第一个 李子民同志是带头成立的一个研究会 这样的话呢 我就是 川国武术研究会的发展 给李子民同志起了带头的作用 李老在留给后人的技术片中讲到 保险被说穿 尽数前途 他好为武力宴戏 充务赏得 把这高贵的中华文化一山 集成下来 为中国 为人民做出贡献 振兴共化